《二战时》 苏联红军牺牲30万人首先攻克柏林,这场战役也代表德国战败。 但令后人不解的是,英美两国的纪念,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时间是每年5月8日,而俄罗斯却是每年的5月9日。 作为同盟国纪念时间,应该相同为何不相同? 苏联第一个攻克柏林,俄罗斯的纪念时间应该比英美时间早,为什么还要晚一天呢? 关于晚一日的事,是有历史依据的。 二战时,苏、英、美结成同盟共同抗击希特勒时,当时战线分为东西两个战线,苏联负责东部战线,英美负责西部战线,以其东西夹击,彻底打垮德国。 但德国战车即使到后期依然很顽强,其战斗力很强,让同盟国吃了不少亏。 但随着德军实力不断减少,反法西斯战争已,经回到德国本土。 虽然接近尾声,但英美两国知道,希特勒只要不投降,战争局势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,因为希特勒军队太强大。 1945年初的时期,同盟军打到了柏林城下,实现了东西夹击之势。 此时,按正常的思维,谁都想提前打下柏林,然后并占领德国首都。 但此时令人诡异的一面出现了,时任盟军最高指挥官的艾森豪威尔,却只应美军略停止攻打柏林。 不要以为艾森豪威尔放弃进攻柏林的机会,他在等待一个机会,什么机会呢? 那就是等待苏联军队攻下柏林后,他在进城扫清德国残余。 当时,苏联并不知道东线的情况,就集中兵力攻克柏林。 艾森豪威尔却在做山关虎斗,因为之前德国人已经和他联系了,他也向艾森豪威尔一方投降。 德军入侵苏联时,苏联人付出数以万计的生命,才总算把德军赶出苏联。 德军怕投降苏联后,苏联人痛下杀手。 因此,艾森豪威尔一点都不担心苏联抢了头功,而德国人正是带着这种后怕心理与苏军全力作战,更表现出最后一波的姿态。 因为柏林城失守,预示着希特勒完蛋,会遭到可怕下场,与其完蛋不如富于完抗,或许能找到一线生计。 苏联却不知道德军这种心态,所以,柏林一战,苏联打得很艰苦,他们以为柏林会很快攻下,但没想到,最后苏联付出三十万人的代价,才把柏林城攻下。 苏联攻下柏林后,却又出现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件。 苏联与英美为了做好东西两线战场,都有各自的联络官,苏联东线联官,是一个叫苏巴洛夫的少将,但双方的联络官,要在对方的司令部内负责联系,所以,苏巴洛夫一直在英美盟军司令部。 此时,艾森豪威尔也率军进入柏林城,在接受德国人投降仪式上,艾森豪威尔又耍了一个阴谋,他知道,柏林是苏联打下来,他作为英美盟军司令,不能接受德国。 人低投降,否则,苏联领导人肯定不高兴。 于是,艾森豪威尔就让人找到苏联联络官苏巴洛夫少将,希望他作为苏联代表接受德国人投降。 苏巴洛夫虽然身为少将,这样将官当时的苏军太多了。 所以,苏联洛夫没有与资格与苏联领导层单线联系,他也不敢私自做主张,于是,就逐级上报。 以那时通信手段,请示汇报时间太长。 但此时,艾森豪威尔就不断催促苏巴洛夫,抓紧代表苏联参加受降仪式。 在得不到上级回复的情况下,苏巴洛夫天真的认为,这样受降仪式上级一定会同意。 于是,就同意艾森豪威尔的请求,私自代表苏联参加了受降仪式。 这个受降仪式,苏联的最高指挥官不在场,苏联最高领导人也不知道。 别小看受降仪式,谁主导的就是主角。 当时在受降仪式上,英美一方的代表,全都清一色上将、元帅等高级将领,而苏联只是一个小小少将联络官,整个受降仪式立下头功。 大功的苏联反而成了配角,而真认出风头,并成为受降主角的,是艾森豪威尔等英美将领。 这一画面已经被英美记者的美光灯记录下来。 苏巴洛夫代表苏联签了字,但他并不知道这个受降仪,却是艾森豪威尔精心设计的,故意打压苏联的计谋。 所以,因为两国反法西斯纪念日,就是5月8日。 再次举行投降仪式苏联最高领导人听说此事后,大怒,这个少将是干什么的,谁给他的权利,并亲自打电话质问苏巴洛夫,而且还免了他的军职。 为了挽回面子,苏联向德国施压,德国只好专门与苏联再次举行了一次投降仪式,只比英美两国晚一天。 但苏联巨大复出,还是让西方国家占了先机。 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,西方国家与苏联的同盟只是暂时的,他们时刻都想打压苏联,从苏联建立之初,西方就有共同对付苏联的计谋。 所以,连投降仪式,也不让苏联占尽先机,苏联付出巨大胆。 假,却在纪念日比英美晚一天。 欢迎各位看官批评指正,图片来源网络,版权归原作者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